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家虽差我老家居然比豪门更有钱 我是假千金如假包换的假 其实早在我年幼的时候 就提醒过不长心的顾家老爷子 我跟他长得并不像 但顾老爷子只觉得是机翼没有遗传好 他压根没往抱错了想 我看着眼前低头戳起的真千金 一脸为难的顾老爷子 还有神情复杂的顾小爷子 盘算遮回到顾家的生活 欣欣你就先在家里住下 有什么需要就跟张仪说 顾老爷子三言两语 安排好真千金的住处 目光又转向我 我点头晓得 这就打包滚蛋 不是这个意思 顾老爷子皱眉叹一口气 你们家条件我了解过了 上面三个哥哥 家里条件又不好 回去肯定受罪 微微啊 你不如就留下来 不用我摇头微笑我回家 我跟顾老爷子没什么太深的感情 早年丧母 这位又天天公私 永世不回家 至于弟弟顾慈安 我看向他 但他的视线落向别处 不知道在想什么 怂怂间 我们刚打过一架 估计他还生气着 这样走了倒霉 什么牵挂 顾老爷子深深看我一眼决定了 我不假思索地点头 我叫顾薇 不对现在应该叫傅薇 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长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坐过公交车 但我十字168路一来 我就马不停蹄地 拎车行李箱上了车 刷卡投币都行 司机看我半天没动静 好心地提醒一句 我点头翻车钱包 扮上我抬头 不好意思能刷银行卡吗 车厢里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多双视线投过来 司机也是很诧异地看我一眼 好吧 我懂了 傻逼问题 掏出一张红色毛爷爷 打算塞进投币箱 突然一双骨节分明的手 在我前面 丢了两个硬币进去 清脆地碰撞声 我一正 抬头看过去 干净清爽的T恤 流畅的肌肉线条 是个帅哥 对面的视线 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最后轻斥一声 帮你付了钱 自己收折 我眨眨眼对面没理我 插着裤口袋 悠哉地往车厢后部走去 我拖车行李箱 跌跌撞撞地跟上 那个谢谢你 不用还 不加微信 白色的背影摆了白手 坐在了最里面的一个位置 还是个拽不拉几的帅哥没意思 我究竟挑了座位坐下 开始给刚加上的大哥发消息 京城市中心豪华南郊 有一大块高尔夫球场 西郊是一山傍水的别墅区 东郊环绕这一大片开发的景区 但一到北郊区就变得荒芜 政府梅有在这边建商圈 开发商也懒得往这边跑 我拖腮看着越来越颠簸的路 以及道路两边越来越多的树木 有些感慨寸土寸金的京城 居然还有这么原生态的地方 那我不是就可以过上院里 种花出草的退休生活了 终点站 还不下车 声音从后放传来 是刚刚拽拽的帅哥 我愣了一下 拖车行李箱跟了下去 跟着我帅哥霜 闭环胸眉羽间有些不耐 没跟你我回家 回家 她又是轻驰一声 这地儿这么偏僻 你一个穿着名牌的千金大小节 过来体验生活 我辩解不是体验生活 是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 是微微吗 不远处一道好听的声音 我寻声望去 两个身影 一个西装革履 一个衬衫西裤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黑色西装戴着金丝矿眼镜 唇边含笑的 应该是律师 大哥富吕 白色衬衫袖口扣的 一丝不苟 气质清冷的 应该是一声二哥赋燕 都是绝顶的帅哥 附加的基因真地好 微微弯眸 我仰起嘴角出来 乍到必须嘴甜 大哥 二哥 我一愣 怎么还有回声 转头 与身旁的视线对上 哎 这难不成 是我纳龙凤胎三哥 哼 使你富吕醋眉 又打量了我一遍 冷笑一声 晦气我 富吕说完 便转身 往富吕的方向走去 我就知道 认祖归宗不会这么容易 默默拉遮行李箱 不远不近地跟遮 看来还是得想办法 跟他们搞好关系 这样才能放心百烂 三地 富吕依旧是唇边含笑 镜片下的视线 不咸不淡地落在富吕身上 让妹妹一个人拉行李箱 你觉得合适吗 富吕在旁边 凉凉淡淡地扫了富吕一眼 不语 空气安静一瞬 富吕身体顿了顿 然后 骂骂咧咧地转过身 走到我面前 狠狠地来了一句给我 那个表情 嗯 像打劫 有些受宠若惊 我看向富吕 她勾遮唇冲我点点头 妹妹欢迎回家 旁边的富吕 也对 只我微微点了瞎头 眼神暖了些 我也跟着笑 谢谢大哥 谢谢二哥 行李箱 是我帮你拿的 身旁一声咬牙切齿 我点头 继续乖巧地笑 谢谢三哥 富吕冷哼一声 不搭理我 临着行李箱的提手 开始往肩上扛 我一正 欲言又止 三哥 这个很肿的 哼 小姑娘的东西 怎么可能 下一秒 富吕被我的行李箱 来了一个过肩衰 飘飘亮亮地 砸在地上 我轻轻抿唇 看她呲牙咧嘴的表情 我弱弱开口 都说了很肿 富于哪怕摔了个狗吃屎 但还是迅速不服气地爬了起来 看向我的眼神 依旧恶狠狠 你有病吗 包里装的砖头 就小姑娘的东西 其实 搬不动可以滚的 我沉默一秒看 折她表情失控 又补上一句 我指的是轮子 身后一声轻笑 富吕拍拍我的脑袋 不用搭理她 爸妈还在家里等着 乖巧点头 我屁颠屁颠跟在后面 谁说穷人家的哥哥 是吸血鬼来遮 分明是暖男大可爱 爱死了 富家确实偏 看上去像是村里分配的宅基地 上面盖遮自建房 虽然不小但 很花砖 相当吐气 很奇怪顾心 是因为在富家受了火灾 顾老爷子才急忙 把她接回去的 现在看这房子 似乎像是心翻修过 自建房的后方 不远处有个羊圈 估计富家就是靠羊羊 把三兄弟攻到大学的 我看遮眼前 貌美如花的老妈 斯文帅气的大哥 清冷秀奇的二哥 酷拽好看的三哥 陷入了沉思 基因这么好 我这个圆圆肉肉的脸蛋 怕不会又被抱错了吧 我的宝贝女儿 一个大黑影搜的一下 窜到我面前 开始鬼哭狼嚎 盯着眼前 跟我如出一辙的大脸盘子 我又一次沉默 好了 实锤我就是富家人 老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把我从上看到下 确保无恙 继续抽抽搭搭 宝贝女儿 这些年 你受苦了 是爸爸当初把你抱错了 我轻壳了声 我安慰 倒也不算受苦 喝富余 冷不丁轻吃一声 当然不算受苦了 顾家把他养得金贵 怕是万不得已 他才肯回来的 老爹一待看向我 宝贝女儿 真的不想回来 顺带遮 老妈的眼神 也忧虑地落在我身上 我瞪了富余一眼 这货和我龙凤胎 简直就是 我认祖归宗的绊脚石 没我摇摇头 如实回答 拿好肯定 都没有家好 老爹又一次 剃类交加 然后被老妈拉去 厨房炒菜 我和面前的大哥 二哥三哥面面相去 行了 在我们面前 你也不用装 富余终于出声 懒散地靠在椅背上看我 之前欣欣说 你不愿意回来 还赶他走 怎么 顾家不要你 才舍得回来 富余 富燕微微醋眉 清淡的嗓音里头 遮一丝不悦 富余依旧不爽 皱眉看我 眼里尽是厌恶 这就是事实 这个顾微 就是装乖的 大哥二哥 你们看不出来吗 三哥 我出声提醒 我叫富威 呵 你别以为 你 富宇 富余视线扫过来 镜片反光 脸去笑意 不爽你可以滚蛋 空气舒而安静 富宇彻底伪了 我眨眨眼 看向富余 懂了这是大腿 甜甜一笑 谢谢大哥 不客气 我们是一家人 富绿的大掌落 在我的脑袋上 不轻不重地揉了下 镜片底下的毛子 透出暖意 薇薇快开学了吧 富燕臣吟道 我一愣 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 按理来说 我马上应该是大意开学 但顾家当时 给我安排的是 斯立贵族大学 能进维尔斯大学的 非富吉贵 都是为了培养家族 接班人送进去的 我现在这个假千金 别说进去的资格了 怕是连学费都负担不起 怎么了 富燕递过来一杯水 淡粉色的指甲边 原修得很干净 我轻轻抿了一口 斟酌遮开口 大哥二哥要不过两天 陪我去调一下学籍 为什么调学籍 富绿推了下眼镜矿 伟大也还行 富绿和富燕的眼神 同时散发这不解 向我看来 我这不是行不行的问题 我一时语色 不知道用什么词句 才能体面地说出来 咱们家很穷 没钱上学的这个逻辑 如果不想从商的话 维尔斯大学 还有其他专业 可以转学院 富燕在一旁提出 事实性建议 我思虑半赏 我终于开口 其实现在我和你们一样 是小镇座题家 富绿和富燕一同沉默 而且维尔斯学费很贵 暗示到这里 富绿大概是听懂了 又扬起他标准的弧度 微笑 富鱼也在维尔斯 我不禁转头看向富宇 他依旧是不屑地瞥我一眼 佛 我痛心这个败家玩意儿 看来 我不能放心摆烂了 还是得在富家 搞钱才行 富燕拍拍我的肩宽慰 没事 卖时来之羊 就够学费了 我的眉毛 陡然凝成麻花 羊圈里只有时来之羊 倒不至于 为了上大学 而倾家荡产 富绿青笑出声 嘴角羊的弧度更甚 那是众羊不卖的 我有些茫然眨眨眼 还是没懂他们的逻辑 富绿无奈把我拉到窗边 指着对面 看到那几个山头了吗 嗯 我们家的 我 看到山腰的白点了吗 嗯 都是养我们家的 我一连几天 我一直处在蒙圈中 我一时间分不清 是开了大公司的故事有钱 还是承包了几座山 有几万只羊的富家更有钱 我这到底是真千金 还是假千金 开学第一天 富绿和富燕刚 把我送出房子 就被我拦下 毕竟我从顾家离开这件事情 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 若是在牵扯他们 怕是对律师和医生的工作 不太好 给你卡上赚了点零花钱 有需要就开口 富绿把行李箱递到我手中 我看真一行卡上到账的七位数 默默点头 学校里面有困难找富宇 他不乐意你可以告状 我乖巧地继续点头 那我们就不送了 富绿唇边挂遮浅笑 金贵斯文 才回富家没多久 有点舍不得这么温柔帅气的 大哥和二哥 我站在原地 敏唇眨眨眼 头顶梳耳一声轻笑 我抬头二哥赴艳 他难得地微微弯眸 捏捏我的脸 周末接你回家 嗯 维尔斯虽然是贵族学院 但宿舍是四人寝 只是宽敞和装修好些 要不怎么说缘分呢 我盯着同宿舍 对床的人看了一眼 浅浅一笑 顾欣好巧 真假千金同宿舍 这是什么影视级别的修罗场 顾欣依旧是那副 有些怯懦胆小的样子 看了我一眼 又飞快地低下头去 低声打了招呼 人畜无害 顾薇 哦不对 现在应该叫你复薇 隔壁床的人走过来 趾高气昂地看了我一眼 绩笑一声来维尔斯商学院 毕业之后 继承你家那石头羊吗 说来这位还 是我在贵族高中的小跟班前暖暖 钱家衣服顾家他没少 从我这捞好处 现在却来上赶车 落井下石可笑 继承石头羊 我凉毛怕是顾薇管不住嘴 暖暖 你别这么说 顾薇上前扯了扯前暖暖的袖子 眉眼微低 薇薇现在已经很苦了 说我对不住薇薇 摆摆手 别叫我薇薇 我姓父 突然有些想笑 我略微同情地看了顾薇一眼 富家教育 信奉一个原则 穷养孩子富当爹 所以富家几位 在成年之前 都是过苦日子来的 也都像顾薇这样以为 家住村里 养食投养 眼前就是好日子了 结果顾薇不择手段地回顾家 竟是连富家的一点好处都没占到 惨 悠悠叹一口气 我开始铺床 前暖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又是一声不屑的笑 衣服穿的都是地摊货 也不嫌丢人 视线不由自主 落在自己衣柜面前 陷入了沉思 虽然没有logo 但这所有的衣服 是老爹请的高级服装 工作是私人定制的 料子都用的真丝和羊绒 版型超正 穿在身上 比顾家之前准备的还要舒适 这是第一天 不想跟他争论 我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 暖暖你别这样 顾心急忙阻拦 前暖暖 为难地看我一眼 微微我的衣服 你可以穿的 我单单道 不用 欣欣你不用管他 前暖暖轻蔑地转回头 人家那是愧疚自己 占了你这么多年的位子呢 吵死了 一道轻力的声音 在门口响起 紧接着是哒哒哒的高跟鞋声 赵默 赵氏集团千金比故事还牛批那么一些 果不其然 他这一句抱怨整个宿舍安静如鸡 我漫条丝里的网衣柜里挂衣服 与我无关 维尔斯的开学晚宴在六点举行 已经是五点半了 我盯着衣柜的长服发呆 老爹怎么就没想起来 给我定制两件礼服你 要不晚宴就不去了 宿舍门被打开 哒哒哒几声高跟鞋 路过我的时候停了下来 还不去吗 赵默里了礼伯浪卷发看我 他居高临下逆了眼 我的衣柜 冷笑一声 也不知道 你都这样了 还来维尔斯做什么 之前还在顾家的时候 久会见过赵默 总是那父子高傲不可一世的模样 我俩是互不搭理的状态 他说完就去自己捉钱 拿起刚刚落下的手包 我没回话 瞄了眼他的黑色修身高定 还是像以前一样感叹 赵默此人虽然讨厌 但身材实在诱人 不要跟个小猫崽子似的 可怜巴巴顶我看 赵默对上我的视线 突然出声 算了你过来 像是突然泄气般 他冲我勾了勾十指 打开衣柜这件你试试 一件纯白色吊带短款礼服 细纱垂下 颇有些可爱的仙气 愣遮干嘛 赵默促眉 又有些不自然的一看视线 我可不想被人说孤立你 沉默片刻 我忍不住开口 那也是咱俩互相孤立 吊带部分是花朵的设计 浅色系的搭配 衬的锁骨更加精致 赵默帮我把后面的记带记上 立马开启嘲讽模式 顾家老爷子 不是要你留在顾家吗 你逞什么能跑到乡下去 我收起唇边笑意 其实附家挺好的 被卖了 帮人数钱 富威你以前 不是挺狂的吗 赵默大概是 觉得我无药可救 邓离眼拿遮手包就走 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 格外用力 无奈地叹一口气 我拿遮手机跟上 哟 这是谁来了 刚进晚宴大厅 熟悉的鸡笑声就传来 抬头 顾心被簇拥在人群中间 看来顾老爷子 有安排人精心给他打扮过 淡粉色的紧端礼服 修身的设计 更称得他腰枝不赢一握 而刚刚的鸡讽 就来自他身边的钱暖暖 顾心抬眸看我一眼 微扬下 八唇边划过一丝笑意 我不禁心底泛冷笑 怕是钱暖暖也是他指使的 有的山鸡呀 就算在华丽也变不成真的凤凰 钱暖暖还遮胳膊 声音在大厅回荡 我之前就觉得 有人骨子里的吐气是改不掉的 果然现在真的现原形了 四周带起一片嘲弄的笑声 有些刺耳 看着四周置身室外的笑脸 我心口微凉 果然是人就喜欢看 曾经高高在上的人 跌落泥潭的戏码 来抹去他们曾经的卑贱 还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 赵莫冷笑一声 端折红酒 走到前面 场场的餐桌上 声音不大 但在悠扬的小提琴声中 显得格外清晰 钱暖暖脸色一边 没敢发火 我勾纯接过服务生递过来的香槟 轻轻抿了一口 有意无意地接话 谁说不是呢 气氛僵持之下 突然门口一阵骚动 四周开始窃窃私语 傅宇来了 他居然会来参加晚宴 快快 看我这身好不好看 傅宇可是笑爸呀 出了名的脾气差 待会儿千万别惹到他 笑爸 微微晃遮膏脚杯 香槟的页面 泛遮波光 我开箱大厅的门口 傅宇穿的倒是和别人不一样 简简单单的休闲T恤 就能把他的气质称得格外不羁 当然肯定靠的是那一张脸 傅家的基因啊 是真的强大 这个傅宇是学校今年特招进来的 刚开学就打了一次架 居然被保下来了 据说他没什么背景啊 居然敢在维尔斯打架 不远处学长在和学妹们 尽心科普 传到耳朵里 我痛心疾首 这个傅宇肯定给傅家惹了不少麻烦 傅宇倒是在大厅门口就看见了我 但视线很快就一开 他打定主意不想搭理我 窃窃私语 随着他漫不经心走进来 而变得细小 我抿了口香槟 身影在眼前停住 我跟你不熟 声音低沉冷淡 紧接遮 身影越过我 直直地往顾心的方向走过去 三哥顾心显然惊喜 眸子亮了亮 你怎么会来 周围的人让出一条路 留着赋予走过去 他自然地摸摸顾心的头发 语气放缓 你在这我当然要来了 万众瞩目独独偏爱 玛丽苏般的情节上演 四周的议论声又开始此起彼伏 豪门密心 顾家除了顾慈安 可没有什么其他的男丁啊 这不会是顾心之前 待的傅家的三哥 听说那家确实有三哥哥哥 那岂不是傅薇的亲三哥 看上去他跟傅薇并不熟啊 那还用说肯定不待见呗 你刚没看见啊 傅宇连正眼都不待看傅薇的 这些话并不遮掩地压低 仿佛是特意在我耳边 说给我听一般 很吵闭嘴 熟悉了好多年的声音 四周突然噤声 顾慈安促眉走过来 站在我旁边不语 点头至谢眉 太管顾慈安 我抬眸望向顾心那边 傅宇怎么区别对待 与我而言倒没有什么知识 我还记得 刚回傅家的第一个晚上 傅宇说的 之前欣欣说 你不愿意回来 还赶他走 我倒是真的不记得 我有赶过顾心 反倒是他 在我果断同意 认亲之后 委委屈屈地拉遮 我说对不起我什么的 能周出这样一段话 也就是顾心本人了 怎么回了趟傅家 就变得可怜巴巴的了 身边递过来一杯红酒 捏遮高脚杯的指尖 犯遮病态的苍白 他的身体一向不好 顾慈安在我接过 高脚杯之后 又掏出他的专属趴子 慢条丝里的擦手 还是这么洁癖 你笑什么 顾慈安不解的 看我一眼 我举杯在他的高脚杯上 碰了一下 清脆的碰撞声 该你过去了 姐弟情深 跟我无关 点头表示理解 顾慈安这个人傲娇得很 说来顾慈安 讨厌我也对 他小我三岁 刚满十六岁 能现在直接赖上维尔斯的大一 有我的一部分功劳 毕竟我摆烂 但也得给顾家安排一个最完美的继承人 金融系的课程繁多复杂 但我听得津津有味 总觉得傅家附近 有点搞头 刚拿到京城北区的规划图 就被来人挡住了去路 傅威 你听这些课有什么用 顾慈拽拽他的袖子阻拦 暖暖你别这样 欣欣你就是太好心了 钱暖暖替他打抱不平 复威之前还把你赶出顾家 摆明遮就是想站遮你顾是千金的位子 只是没得惩罢了 你现在还帮他说话 身旁的几个小跟班跟遮附和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真是好大一出戏 我冷冷到 顾慈你来给我姐解惑 我什么时候把你赶出顾家了 顾慈一抖后退两步 眼眶里秦哲泪没有 没有的事 傅威前暖暖 挡在顾心面前 你别太过分 手机震动 我低头看是负率发来的消息 说他快到学校门口了 接我回去 心口疼升起欢快 刚想打开回复 手背猛然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手机便以一个完美的抛物线 从六楼走廊摔了下去 我一震 伸手去捞扑了个空 我看向罪魁祸手 不就是个手机吗 我赔给你 他不屑地笑一声 眼里尽是挑衅 而他身后的顾心 也勾出若有若无的一丝笑意 可笑至极 若我今天可以任人踩踏 那么我就不叫富威了 攥过钱暖暖的衣领 一把扯到栏杆边上 良眸定着他冷笑 你是不是忘了 我能不能惹呀 眼看着他眼底的情绪 从原来的嚣张 转变为惊恐 我继续把他的头摁出栏杆外 一丝凉风拂过 吹得发丝轻痒 他想挣扎 但我用的巧劲 挣扎不开 顾心上前两步 唯唯你别这样 有话可以好好说 你不能因为心里不平衡就 没有心里不平衡 我率先打断他的话 抛出一句忠告 附加于我而言 比顾家好 顾心一正 但眉也有在上前 手下的力道继续挣扎 他的脸憋得通红 傅威你想被退学吗 你给我松开 靠近他的耳边 我勾唇低难 六楼不高 你猜猜会死人不 钱暖暖一僵 彻底不敢动了 顾心身后的几个跟班 也都不敢上前 我挑眉 继续恐吓 以后别招惹我哦 反正我妈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威威 你别做傻事啊 顾心脚步未动 但依旧冠冕堂皇的劝说着 我真见不得顾心 这副虚伪的嘴脸 他的算盘 我很清楚 就算我真的 把钱暖暖 给推下去了 他也毫不在乎 甚至会窃喜 顾腹两家 就剩他一个女孩 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一边是十几年的感情 他稳赚不亏 当真恶心 我点头认同他说的话 思考两秒 那就麻烦顾心 你帮你的好姐妹 写封道歉信吧 写完我就放开他 空气安静一瞬 我有些惊讶 你们关系这么好 顾心你不会连封道歉 信都不乐意写吧 可他每次都帮你出头 心心 潜暖暖声音 有些哽咽 毕竟以前也是玩过很久的 这位恐高的弱点 我当然拿捏得死死的 顾心听到他叫自己 嘴唇苍白 轻轻颤抖 像是受了极大的屈辱 我冲顾心 挑心到勾 咸吗 今天这份乳 我还真就必须还给他 似乎是下定决心 他终于抬眸 看向走廊尽头 眼泪突然滚落 大哥 大哥 我的心口煞是一条空 不由自主地 看向走廊尽头 剪裁得体的西装 傅律敏唇 看遮埋在自己 臂弯绰其的顾心 镜片明暗交叠 手上力道松了 潜暖暖 就顺其自然地 挣脱开来 也一起看过去 面上亚裔 欣欣 你大哥 居然是傅律 旁边的小跟班 也怯怯思语 天呐 傅律本人和网上的一样帅啊 暖暖 不是说傅律 最近要接你家的官司吗 不理解他们 为什么是这种反应 我垂下胳膊 拳起指尖 突然感觉到 一股前所未有的难堪 这下好了 我好不容易建立起 乖巧克人的光辉形象 现在全给打碎了 原先富家 有个富裕 讨厌我就算了 这回要是再多个富裕 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顾心依旧紧紧钻 遮富裕的袖子 委屈的低声抽气 还不忘抽抽搭搭的解释 大哥你别误会 微微没有欺负我 我只是太想你了 什么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就是 富裕垂眸看了一眼顾心 抽回自己的胳膊 面无表情 我是微微的大哥 顾心一正 忘了哭 呆愣在原地 半上 七七爱爱一句 大哥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富裕没打理他 迈着不自走过来 停在我面前 他太高了 我指到他的肩头 甜甜嘴唇 不太自然地一开视线 妹妹 有没有受欺负 头顶一道温润的嗓音 有些萌 我把刚刚的情节 复盘了一下 怎么都想不到 富裕开口问的 第一个问题 居然是这个 大哥 他怎么可能受欺负 富裕从走廊过来 递给顾心纸巾 不爽地看过来 刚刚咱们都看见了 富裕多嚣张 富裕侧眸 镜片反射遮凉液 富裕没了声 目光落在扯遮富裕袖子落泪的顾心 我不太爽 富裕这个人真的很蠢 轻轻戳了下富裕的胳膊 我乖巧地眨眨眼 就是手机被他们给摔了 温暖的大掌 富在头顶 没有受伤就好 怎么确定没有受伤 楼梯口一声吃笑 紧接着是哒哒哒的高跟鞋声 赵默撩了下垂在肩头的卷发 腻了眼前暖暖 冷笑 平时舍鼠一窝就算了 居然还敢逮折我不在 欺负我的人 赵默的人 这是什么离奇的霸总语录 我没忍住吐槽 咱俩就是饭搭子 赵默瞪我一眼 又转向富裕 调监控定则 富裕点头正有此意 两句话 把接下来的行程 安排得明明白白 富裕走到一旁 在打电话 而钱暖暖一众等人 完全像带宰的羔羊 不敢乱动 毕竟他们的一言 一行都与家族挂钩 就是所谓的 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庙 视线又投向不远处 富裕依旧低声安慰 遮固心 富裕 你尝得挺身 赵默跟着我靠在栏杆上 冷不丁冒出来一句 什么挺身 呵 富裕是你三哥就算了 你之前居然还骗我说 你大哥是律师 我大哥 不是律师吗 赵默忍不住瞪我一眼 他是富裕 京城律政界大佬 就没有他拿不下的案子 哪怕市长来了 都得尽他三分 律政界大佬 有些茫然 忍不住看向富裕 他挂了电话 迈不走过来 身材比例完美无缺 这就是我大哥 走吧富裕台湾 看了眼表 处理一下这件事 校长室内 巨大的幕布上 放完在空中连廊的影幕 空气中 就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校长轻咳了声 把刚泡好的茶推到富裕面前 小孩子玩闹 赔个礼道个歉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前世老总坐在一旁 陪校 是啊 我们肯定会赔偿的 别因为这件事情 伤了和气 小孩子 富裕指尖 在檀木桌上轻敲 扫了眼这边 轻笑一声 我怎么记得 成年了是可以负行事责任的 不至于不至于 赵莫吃了一声 绕着搭在肩上的卷发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 算是校园霸凌了吧 富裕抿了口茶 算 故意毁坏他人财物 可以拘留吗 可以 来回几句话 就简简单单 给这件事定了姓 没有 不是我的浅暖暖脸上 肉眼可见的慌乱 顾心面上无措 眼里又一枚 遮及迎了泪花 大哥 你别生气 都是一场误会 都怪我 是因为我 暖暖财 是啊 大哥 我看也就是小矛盾 要不这件事情 就这么算了 富裕跟着解释 富裕淡淡抬眸 扫了眼富裕 最后 目光落在顾心身上 顾小姐 竟然已经回了故事 那么跟富家 就没什么关系了 切勿相攀 至于怎么处理 富裕的视线 落在我身上 带了些柔和 听妹妹的 众人的注意力 终于转回 当事人身上 多双视线投过来 心底有些 奇异的感觉 先前在顾家 没人管 也没尝过 有人撑腰的滋味 突然心里 满满当当的 拘留就不用了 就赔偿一下 精神损失费 以及 之前我送给 钱家小姐的财物就行 加起来 怎么也得七位数了 钱暖暖突然暴躁 富威 你穷疯了 啪一声清脆的巴掌 我一愣 看向钱老爷子 这位手劲 可真不小 爸 你打我 钱暖暖的脸上 瞬间冒出红印 满眼不可置信 钱老爷子气的胸口 起起伏伏 给富小姐道歉 富威终于 懒懒散散地 从沙发上起身 胆胆墨 须有的灰尘 跟钱氏的合作 我会再考虑 今天就到这吧 我非常有眼力 见地跟上 这回换钱老爷子 慌张了 跟了几步发现 富威压根不理他 懊恼地停在原地 开始给董事会打电话 大哥 你好厉害 跟在富威身边 我仰脸看他棱角分明的下恶线 前世虽然比不上故事 但在京城海 是排得上名号 犯不着因为一场案子 就这么低声下气 只能证明一点 我大哥真的很牛 富威笑笑 没回话 赵默看向富威 前世的案子 真的不接了 嗯 赵默心满意足地勾纯 看我一脸疑惑 开始解释 赵钱两师合作的项目 出了问题 他们不想赔钱 就托关系找了富威 原本我还有些顾虑 但只要富威不插手 这案子我们稳赢 放心 绝对把钱是高的底库不剩 怪不得前老爷子 刚刚那么早急 富威渴 是他赢案子的唯一希望 我咧嘴笑开 突然觉得心底很自豪 今天谢谢赵小姐了 富威冲赵默点点头 拍拍我的脑袋 走吧回家 小跑几步跟上 二哥呢 他周末忙手术 不回来 灵光一现 我追问 二哥也很厉害吗 富威哑然失笑地看我一眼 你自己问 自己问就自己问 我撇嘴 余光撇到和顾心 站在一起的富威 他不回家正好 我可是有大专案 要跟老爹谈 前世的赔偿 很快打到了我的卡上 我心满意足的 数遮小数点 虽然富佳有钱 但自己卡上 有钱才真的爽 还是得自己搞钱 不然以赋予的智商 哪天 把富佳拱手送给 顾心我都不奇怪 倒是有一点 估计富律下了死命令 顾心到现在都不知道 富佳的情况 桌上丢过来一张银行卡 对面顾慈安坐下 我眨眨眼 给我的 别扭的像 是小孩子求和的把戏 不用装 拿遮 他还了眼四周的视线 不大自然 但语气依旧生影 以前压岁钱不都是被你给抢的吗 这货在暑假里窜身高 现在接近一米八了 但志气的表情 依旧像我熟悉的 那个顾慈安 前世的事情我听说了 虽然富虑厉害 但你们家毕竟穷 还有个败家子富裕 生活肯定比不上顾家 我想了想 漫山遍野的羊 默默点头 行了你缺钱 就跟我说 这些钱我自己赚的 顾心身后 又是一干人等 进了阶梯教室 有些嘲嚷 顾慈安烦躁地看了眼 撂下一句话 就打算走 慈安你来了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顾心有些欣喜 小跑上前 正好挡住了 顾慈安的去路 不是找你的顾慈安 眼瞼一概 双手插兜 打算绕过去 顾心看了眼我 慈安 姐姐 不知道我哪里 坐得不对 你可以告诉我的 又是老套的 楚楚可怜的剧情 我有点想笑 顾心似乎只会扮柔弱 来激起别人 保护欲这招式 但是顾慈安和许人也 那是被我鞭策遮掌大的 除了各方面 优异于常人外 变绿茶的本事 可是一等一的 顾心的这一招 正巧是我当年 给他普及的第一课 这不是撞枪口伤了吗 果不其然 顾慈安眼神 瞬间变得无辜 姐姐 你在说什么 姐姐天天和傅宇 待在一起 肯定是不喜欢 我这个弟弟的 所以 只能不在你面前晃 不然惹你心烦了 周围泛起窃窃私语 风向转变 顾心一愣 顾慈安继续加码 他本就轻受白净 无辜的眼睛一眨一眨 更有些孩子的单纯 而且在顾家 姐姐也从来不搭理我 怎么一到学校里 人多的地方 就来和我亲近了 也对姐姐和傅宇 近二十年的感情了 我这个空友 血缘关系的 又算的了什么呢 我敏唇憋笑 真的不愧是亲姐弟 演戏的本事 一个比一个六 顾心被他一系列的问句 正在原地 周围同学的眼神 也都变了 顾慈安 毕竟是顾家正儿八经的继承人 年纪小 而且看上去单纯 虽然平时冷淡了些 但风平中归比 只会哭哭啼啼的顾心强 这会儿出了争执 都会选择倾向于顾慈安 有点爽是怎么回事 顾慈安悠悠叹一口气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人群的目光随遮顾慈安的离开而移动 顾心眼泪已经干了 盯了我一眼 眼神里长不住的厌恶和不甘 轻描淡写地冲他笑笑 银行卡在桌面点了两下 最后当遮他的面收进了包里 赵默一下课就回公司处理项目了 钱暖暖因为家族的事情 一连几天没来上课 宿舍里就剩下顾心和我 不是很想带折 我拿著书准备出去 复微 顾心突然开口 我停步有事 他垂眸思虑几秒 扯出一个人出无害的笑容 其实 我觉得你人很好的 我一直挺想和你做朋友 之前因为暖暖 我不想跟你做朋友 我毫不留情地打断他 面无表情 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装好人 你讨厌我 我看得出来 空气安静一瞬 顾心舒尔笑了 眼里尽是嘲弄 复微你不会觉得 自己还是千金大小姐吧 我波澜不惊地看他 所以 复律是你大哥又怎么样 他想遮你又怎么样 不过是怕你嫌弃附加 然后跑了 所以才这样对你 你真以为他们会对一个 刚认识的妹妹有多宠爱 顾慈安对你好又能怎么样 他能把顾家拱手送给吗 哼 痴心妄想 顾心的表情有些失控 全然没有平时装出来的怯懦 看他这副样子 我突然觉得可笑 复微你笑什么 笑你不懂得珍惜 我悠悠一叹 撇他 干嘛力气这么肿 在顾家带得不开心 这一句仿佛戳到了他的痛处 顾心的表情开始扭曲 我了染点头 顾老爷子不心疼你 他包养的情妇处处处打压刁难你 然后你和顾慈安姐弟不是一条心 你 我轻笑一声 看向顾心 眼神透折怜悯 当初选择的机会是交给你的 你也说你不后悔 顾家人生性良薄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你怪顾慈安 跟我亲近 但若患做事你 同他一起长大 恐怕你们两个早已反目成仇了 我没后悔 顾心突然失控地把一桌的化妆品挥到地上 嗓音尖利没有半分顾家千金的仪态 那就希望你永远不后悔 我微微勾唇绕过满地的狼藉 关上门的一瞬间 屋内又传出玻璃瓶摔碎的声音 刺耳 行 你个企划案发我邮箱 挂掉电话 我翻看手中的京城规划图 其余的地方商业繁荣 唯独北区空空荡荡 西北处是耕田 东北处退耕还林 正北处就是家里那几个山头和山脚的烂尾工程 似乎有点难搞 傅小姐好巧 面前拦过一道身影 油腻的笑声猖狂至极 旁边跟遮的男人也笑 要不要出去喝一杯 咱们是高中同学 那会儿你太不好接近了 还是现在好 可以聊聊天 黄毛说遮 就伸出手来打算拉我 后退一步 让开 不然我报警了 哎哟 还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呢 是啊 听说你大哥挺厉害的 怎么现在没人给你撑腰 视线落向四周 这几个人我压根不认识 情况不对 我转身 又被一道身影拦住 陪我们喝一杯 就放你走 花必笑的轻浮 又一次伸手 攥紧手中的图 往另一个方向跑去 却又飞快地被挡住 这几个人像是逗猫一样 左右晃荡 愣是不给我逃跑的机会 内心有点慌乱 难道今天 真的要被几个流氓骚扰了 啪一个篮球飞过来 准确无误地砸上花壁的脑袋 花壁刚想发火看到来人 立马愣在原地 黄毛咽了咽口水 赋予他怎么会来 他打架太狠了 要不我们 赋予站在不远处 面色不善 滚 几个人慌不择路地 从楼梯口跑了 谢谢了 李李刚刚慌乱时 弄皱的衣服 淡淡对他道了谢 不是特地来帮你的 赋予微皱眉头 压下眼底的不耐烦 我就是让你 以后别欺负顾心 欺负顾心 明明刚刚我才是危险的那个 他的第一句话 是让我不要欺负顾心 有些可笑 我停下脚步看他 语气冷漠 你哪只眼睛 见到我欺负他了 还是说 你见到他哭 就陷入为主地觉得 是我干的 赋予微正 我冷笑 赋予我 赋予讨厌一个人 没必要 做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他舌尖抵了底腮帮 错开视线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第一天就看得清楚 表面装乖 内心恶毒 我点头扬唇 笑意未达眼底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看得清楚 蠢货一个 赋予你 实在搞不懂 附加那么多人 偏偏 我这个同胞哥哥脑子不好 难不成 是在娘胎里的时候 脑子全给我了 不搭理他 我越过 他往校外走去 没必要为了一个蠢货 给自己找不痛快 一直在等得固执安逸 靠在墙边 看到我过来 浅色的嘴唇蜜蜜 你看上的地段 不错可以试试 嗯 赋予 他突然出声 语气淡漠 顾心说 你背后骂我来遮 哦 不解释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漫不经心 瞥他一眼 我当面打你 都不是一回两回了 背后骂两句怎么了 顾慈安听到这句 冷漠的表情 骤然放松下来 眼底含笑 碎发在额前飘了飘 突然展露了些少年气 我哑然失笑 抖M阿尼 他懒散地插着口袋 替我开车门 随口道 姐姐打弟弟妈 很正常 自从顾欣那次发火之后 他在我的面前 又恢复了小白兔的模样 友善怯懦 赵默的项母有些忙 基本节课之后就回家 前暖暖估计 是被他爹训了一顿 见到我躲遮走 日子过得安生 倒是我和顾欣 像是交换兄弟一样 顾慈安跟我天天往北去跑 赋予时时刻刻 守在顾欣身边 不互相干扰 除了我给你的钱 你哪来那么多钱 踩入柔软的青草地 顾慈安终于忍不住问我 我眨眨眼 笑开 钱家赔的钱啊 他冷哼 你当我三岁小孩 那点钱怎么够 可能天上掉馅饼的吧 可不是馅饼吗 附加这块大的 故此安道梅在追问 翻开策划案 比对遮面前的园林 农家乐的项目差不多了 可以引进第一批客户 你什么打算 现成的 我挑眉你不是 加入了学生会吗 什么意思 我微微勾纯 点到为止 维尔斯每年都要秋季聚会 我记得去年是去南区的 高尔夫球场 他又是一声冷哼 策划案 塞回到我的怀里 想得挺美 黑色的麦巴赫 绝尘而去 我无奈地撇嘴 还是这样 喜怒无常的小孩 农家乐的园区 离富家不远 工作人员都已就位 在修剪杂草 我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提步往富家的方向走去 看到不远处的一个身影 我一愣 哎 抓包现场 定了定心神 我扬起标准的甜甜的微笑二哥 富燕逆了眼脉巴赫离开的方向 顾家那小子 嗯 一边是血缘深厚的亲哥 一边是多年相处 如亲生的弟弟 要是富燕不高兴 我与顾慈安来往 那还真是骑虎难下 蹦跋到富燕身边 一阵淡淡的消毒水味道 我挤出两个酒窝 二哥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他瞥过来一眼 伸手碾下我发上的叶子 家里羊少了那么多 问起来爸又支支吾吾的 就猜到是你干的 少了那么多 我看像满山腰的白点 二哥 你一只一只鼠的吗 山腰拖了一块猜的 哇 富燕衬衫袖口卷得一丝不苟 露出手臂上淡淡的青筋 上臂隐隐蔓延出一道疤痕 像是烧伤 我一正 二哥你这个 没事 富燕脸珠神色 将袖口往下拉拉拉 回家 二哥 我跟上他的步伐 嗯 二哥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 说 我看像富燕的侧脸 二哥虽然不苟言笑 但一直以来有求必应 绝对是比大哥好套花的 一鼓作气的开口 为什么除了富宇之外 你们好像都不想念顾欣 身旁的身影一顿 富燕敏唇看过来 神色复杂 学生会的安排 很快就下来了 我脱塞看这人手一张的宣传图 沟纯 顾慈安这小子 口闲体正 北区什么时候 有个农家乐的 怎么没听说这个项目 据说是 之前一个烂尾的工程 被包下来了 我去看过 建设的园林很好看 特别原生态 旁边的山腰上都是羊 四周的同学 叽叽喳喳 大概是听到北区的关键字 潜暖暖看我一眼 似乎是想象 之前一样讽刺几句 给硬生生憋了回去 顾心有些欣喜 指着宣传图上的一个角落 这是我之前家附近 正巧可以回去看看了 几双视线投过来 很明显现在这个地方是我的家 顾心的几个跟班望过来 相互对视 便捂红唇笑了几声 欣欣你之前住的好骗啊 真是遭罪 这就算山里了吧 现在怎么会还有人住在山里呀 这你就不懂了吧 山鸡就得住在山里 我淡淡扫过去一眼 这些人不敢正面刚 只敢像苍蝇一样 在耳边嗡嗡 接受到我的视线 那几个女生就娇笑起来 富威 可没说你呀 别往心里去 是啊 可别再让你那个律师哥哥来找麻烦了 又说我们欺负你 这可算不上诽谤什么的吧 我冷眼看过去 漫不经心地开口 如果我打人的话 倒是可以做无罪辩护 你 吵什么吵 几声高跟鞋大大声 赵莫冷遮脸走过来 扫了眼那几个女生 有毛病吗 天天这样有意思 四周静若寒蝉 忍不住 偷偷给他梳个大拇指 赵姐威武 我没记错的话 孙氏不是要被收购了吗 前两天二手专柜 不是你孙小姐去卖的包 赵莫盯折短发女生发问 视线又转向一旁的两位 李氏和吴氏的企业 这两年的盈利 怕是 还没有我手上一个项目正的多吧 狂什么 几个女生的脸上 红一阵白一阵 很精彩 赵莫撩了撩耳边的碎发 轻吃一声 我赵莫的人 日子肯定过得比你们好 你们也记得 让故事千斤多兆 遮免的没饭吃 啊对了 赵莫转向我 吟吟一笑 你弟弟说请我们吃饭 走吧 弟弟两个自家种因 意料之中 顾欣的脸色瞬间清白 看向我的眼神里 依旧充满遮怨恨 迎上她的视线 我挑眉 顾欣 真的是很讨厌的一个人啊 搬车颠簸地驶入园林 不同于北区 其他地方的荒芜 焕然一新的是江南的国风建筑 哇 这个地方好漂亮 京城海 从来没有这样的园区农家乐 不禁一唇边 写出一丝笑意 被认可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啊 你怎么笑得一脸自豪 赵莫打折太阳伞走过来 摘下墨镜 打量遮四周 我挑眉农家乐我开的 你的费用我包了 赵莫挣了挣 然后嫌弃地顶我看一眼 大白天的咱能不做梦吗 行了走吧 胳膊被他倒了倒 民宿咱俩一间房啊 跟别人我住不惯 第一次炫富 K.O 赵莫不乐意出来晒太阳 我一个人 脚踩在铺的精致的十字路上 道路两旁 竹林青雅 尽头是青砖带瓦的民宿建筑 很满意自己的杰作 傅小姐这两天 一定要好好欣赏一下 这边的风景了 以后说不定没什么机会 顾心缓缓走过来 挂遮标志的假笑 小刀上就我们俩 他丝毫不遮掩自己的厌恶 我点点头 问了个题外话 中午吃得怎么样 他一正 清笑自然是很好 比在富家墙 那就好 我跃过他继续向前走 下午是要去领娱乐区域的入场牌的 傅威 我转身子吗 眼前的身影梳耳一晃 跌坐在地上 洁白的连衣裙沾染了泥土 傅威 你有病啊 身旁带起一道风 是傅雨的怒吼 顾心眼里 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 我服额 咱不能逮着一个人薅啊 对不起 薇薇 我也是好心 顾心又拿捏起他的柔弱 声音哽咽 傅雨大概是气急了 看我的眼神 仿佛想把我撕碎 傅威你够了 别以为大哥二哥疼你 你就可以无法无天 哭笑不得 我指了直角落 顾心有隐藏监控 360度无死角的那种 空气智了一瞬 顾心的表情一僵 傅雨来劲了 把顾心抱起来 行 要监控 不是 当然 傅雨和我都没 有听顾心的挣扎 一起往服务站走去 服务站的旁边 就是露天咖啡台 三三两两的人 聚在一起聊天玩桌游 其中当然也有熟人 赵莫挑眉 看向顾心 哟 玛丽苏女主屏的摔了 顾心说是我推的 为了洗刷冤屈 我来调监控 我耸耸肩 傅雨冷亨 证据出来 你必须向欣欣道歉 顾心拽拽 傅雨的袖口 低声要不算了吧 监控也不是很好调的 怎么能算了 必须不能让顾小姐受委屈 是不是 副总服务站的办公楼 走出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 是我安排在这里的负责人 他抱着一个蓝色荡家 毕恭毕敬地走过来 有什么吩咐 把刚刚竹林小道的监控跳出来 给这位傅先生瞧瞧 我在旁边的藤椅上 缓缓坐下 指尖点向空框处 对了 半个显示屏出来 循环播放 好的 四周鸦雀无声 饶是吵吵嚷嚷的腹语 都尽了声 你你你是园林老总 赵莫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我无辜眨眼 早就和你说了你不信 顾心不解地看过来 怎么会 呀 你不知道吗 我略显惊讶地无嘴 这几个山头 都是我们家的呀 还有山上的羊 这么多年 你都不知道吗 顾心顺着我指尖的方向看过去 漫山遍野的白绿相见 很是壮观 他嘴唇不由自主地轻颤 赋予醋眉 复微 赵莫显得比他还激动 继续拉住我的胳膊 传说中 超级低调的富士 超级犬的产业链 超级有钱的家族企业 原来是在北区吗 我点点头 空气骤人安静 四周多双视线投过来 震惊不解 相比之下 顾慈安冷静很多 看着这场闹剧 倾笑出声 监控来了 那就一起看看吧 工作人员已经搬了一个巨大的显示屏出来 连遮电线 周围的人三三两两拘过来 开始窃窃私语 不 不用了 顾心脸色苍白地 从富宇身上挣扎遮下来 指尖颤抖 突然推开富宇 从一旁的小道跑开 欣欣 富宇担心地唤了一声 做贼心虚 赵莫双臂还胸 冷哼一声 富宇瞪过来一眼 对这周围的目光咆哮看什么看 明目张胆的目光瞬间收了回去 时间差不多了 拍拍手 今天高兴 请大家玩娱乐项目 下傍晚 天色微暗 我们玩得尽兴 回民宿之后 负责人 带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顾心失踪了 监控掉了吗 都查找过了 人从竹林后面 就不见了 那边还没开发 是个小山坡 已经派人去找了 失踪多久了 得有三个小时了 内心疼 升起一阵烦闷 起身被点对讲机 多找点人去找 我也去看看 赵莫拦住 管他做什么 晚点自己就回来了 死哪都没事 可别死在这里 还是得去找找 下午 一起娱乐的同学 也有很多男生出来说 可以帮忙一起找 我看着他们热情的面庞 不自觉地想到 先前的冷嘲热讽 所以这就叫做 站得越高 四周的善意越多吗 竹林后面 说是山坡 其实还是不小 有点难找 赵莫被我劝在了民宿 工作人员四散寻找 顾慈安的身体不好 我把他 嗯 在旁边的石头上 地形涂塞过去 你就坐镇后 方别跟蜇了 他眉梢微皱 那你凉力而行 必须凉力而行 要不是因为顾心 在我的底盘 我是疯了 才会去找他 打着手电筒 钻进树林 脚下是速速的哭叶声 以及不远处搜寻的呼叫声 越近越深傍晚的 凉气侵入肌肤 泛起一阵 鸡皮疙瘩 手电筒的光 四处照射 我靠 一口国粹脱口而出 心有余悸地 继续照了照不远处 一个身影 孤单落寞 还好是 顾心不是鬼 我放下心来 顾心跟我回去 他转过来看我 指甲深深嵌入 掌心凭什么 一阵风略过 带起树叶的沙沙声 他突然崩溃大喊 傅微平 什么你还能得到 那么多人的青睐 明明我才是顾心千金 我脸眸 又想到 赋燕胳膊上的疤痕 唇边不禁泛起 一丝冷笑 单手把对讲机条开 希望顾慈安不蠢 你笑什么 我看他 嗓音淡淡 顾心千金的位子 赋予独独的偏爱 众人阿鱼的高捧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知足 呵 他冷笑 赋予算什么 他这个人太蠢 他对你很好 赋予的偏爱 不同于 赋率和赋燕的沉稳内敛 他永远是明目张胆的 从亲手雕刻的簪子 到私人设计的服装饰品 无一不像是人宣告 这他的偏爱 顾心冷笑 连傅佳那些 他都没有告诉过我 对我好吗 我神色变得复杂 倘若他的注意力 多放卸在傅佳人身上 那么他就不会不知道 傅佳其实就是 传说中的傅氏 他太贪心 也太自私 凭什么傅律只疼你 凭什么顾慈安 只在乎你 顾心你真正了解他们吗 我冷漠出生 跟傅律相处了19年 你为什么才知道他的身份 姐弟相认 你有主动去关心顾慈安吗 你只是自以为是的觉得 每个人都应该是你的陪衬品 每个人都应该无条件的包容你 可笑 顾心咬遮下唇 眼里迸发蛰浓浓的不甘心和怨毒 这一切本就应该属于我 我凉凉勾唇 是啊 本来就属于你 但在你知道自己是顾家人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呢 他瞳孔皱缩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一边故意纵火 让顾老爷子觉得你生活困苦 一边四处造谣我将你赶出顾家 让傅家人心疼 哼 顾为好人都让你当了 我做什么呢 顾心身子一颤 本就应该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手电筒捏在掌心 个的生疼 我深吸一口气 你知道吗 那场火腹咽险些没有出来 他为了救你 啪 身后一个物品砸在石头上的声音 闷响 我回头有些讶异 你怎么来了 傅宇站在不远处 黑暗里看不清神色 锤在身体两侧的胳膊轻轻颤抖 一言不发 而砸在石头上的是对讲机 顾慈安在他身后静静地站遮 突然觉得被大哥二哥 照在雨衣下的富裕可怜 不是 没有 我不是这样的 顾心失神的楠楠 有些烦躁 我转向他 天全黑了 现在跟我们 胳膊上猛然一道 力重心不稳 亮呛了 脊部脚下一个彩空 富威 姐 四 火辣辣的糖 睁眼迎上刺眼的白痴灯 好不容易看清面前人的动作 眼泪刷得一下没忍住 二哥 你非得用酒精处理伤口吗 富燕掀开眼皮看我一眼 脸色不好 给你长个记性 妹妹下次记得 别一个人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富裕坐在一旁的凳子上 唇边挂遮浅浅淡淡的笑意 但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 委屈得撇撇嘴 我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摆设 是富家 单单给富燕装修的一个屋子 都是些手术器械 当时顾心站的位置 正巧是一块陡峭的地势 虽然他推了一把 但富宇拉得还算及时 我俩就双双跌下去了 一想到富宇 我患之莫名一痛 他似乎撞树上来着 不自觉看向旁边的病床 富宇坐在病床边缘 腿和胳膊大片血红色的擦伤 触目惊心 脚踝似乎也扭了 低头搜在那 眼角若隐若现的水珠 看着可怜巴巴 意识侧隐 我冲着富宴眨眨眼 我没事 二哥你给富宇处理一下伤口吧 富宴弹弹弹扫过去一眼 冷哼 怎么不摔死他 二哥什么时候 也学会阴阳怪气这一招了 富宇睫毛颤了颤 没有说话 索性我擦伤的面积不大 很快就处理好了 故此安端遮从厨房熬好的汤 把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才放下心来 且喝汤不补 见我喝汤 他顺势坐在桌边 讨好的笑 姐 你还有地方难受不 我抽空瞥他一眼 其实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 顾慈安恼恼脑袋 看了眼富宇 我本来没打算 把对讲机给他的 结果 他路过的时候 听见了 直接就抢去了 我也没追上 富宇听到这句话 不耐烦地深呼吸 顾慈安 继续献殷勤 姐你当时 摔下去可吓死我了 我跑得没 又富宇哥哥快 不能和你一起受伤 你不会怪我吧 富宇终于忍不住吐槽 你个大小伙子 说话怎么娘们唧唧的 这叫绿茶 用妆柔弱来 获得同情 顾慈安尽心尽力 给他科普 随即轻笑一声 茶的对象不是你 哥哥怎么还生气了呢 戳到痛处 富宇彻底没了话 我别笑 果然只有魔法 才能打败魔法 手机震了几阵 我打开是赵默的消息 一条接着一条 是赵默 富薇 你没事吧 我真的服了 你出去一趟 都能把自己给摔了 我在对话框里 打出没是两个字 对面的消息 又迅速弹出来 你又骗我 你没跟我说 你二哥是富宴 富宴 是京城医学界的 新贵街 张院士的班啊 医学界新贵 偷偷瞄一眼 富宴的身影 宽肩窄腰 有条不紊的处理遮伤口 是我以前在顾家 只顾遮宅痘 压根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吗 我竟然从来不知道 富律和富宴 是这么牛的人物 手机继续震动 你都不知道 富宴出场多帅 他轻轻松松 就把你抱回去了 你当时没看见 富宇爬遮回去 后来有人实在 看不下去 给他搬回去的 看到这里 我扑斥一笑 爬车回来 那场面多壮观啊 撕 二哥轻点富宇腾的 呲牙咧嘴 富宴把手中的酒精棉球 继续摁了摁 富宇脸上的颜色 又伸了一个度 富宴敏唇 一言不发 富律站在床旁 推了推眼镜 少有的面无表情 蠢货一个 非得给你讲的明白 才能懂 富宇自知理亏 看了眼富宴的袖口 沉默一瞬 压抑遮开口 二哥对不起 只跟我说 富宇脸色一红 飞快地看了眼我 胡伦吞枣 妹妹 对不起 我茫然转过头 再和我说吗 听不见 我说 对不起 我挑眉 还是听不见 对不起 顾欣诊断了中度抑郁 被顾佳送出国疗养 我们商量过了 碍于之前的情谊 还是不对他进行起诉 现在宿舍变成了两人寝 我一回到宿舍 就扑在床上 熟悉的味道 赵默愤愤地看我 骗子 我没骗你 喝 名镇京城的富士千金 大哥是绿政界大佬 二哥是医学界新贵 三哥是维尔斯笑霸 干弟弟是金融界天才 赵默愤哼一声 场得很深啊 富威 我眨眨眼 他们掉马甲 关我什么事 走 吃饭去 刚出宿舍楼 顾慈安的笑脸 在眼前放大 姐 有个八卦听不听 我挑眉 说 老头子的情人 说我给他瞎打胎药 弄没了故事的小公子 顾慈安笑得不屑一顾 然后老头子就把他给换了 赵默的八卦之心 熊熊燃烧 眼睛蹭亮 为啥 我拍拍他的肩 剧透 老头子早结扎了 赵默 顾慈安跟在我们身边 笑得前仰后合 眼角不经意撇过一道身影 主折拐杖 富威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面色不大自然 那个 一起吃饭 我挑眉 点头也行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